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七天 我们今天完成了所有的观光 到黄昏的时间 我们再次出发上阿伯山看日落 阿伯山是加利利湖附近最高的一座小山 有人认为这里是耶稣全港登山部分的山 虽然不能证实 但是这里应该是耶稣常常来的山 在圣经记载过 马太福音28章16节 有十一个门徒王家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虽然是开车上山 但是沿途也看到很漂亮的景色 和也可以欣赏日落 大约4点半 我们终于上山了 一起来看看这座山的景色 在这个一无无际的山上 在天地之间 真的觉得人很渺小 想起圣经 诗篇第8篇 第3节 诗人说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陈切的月亮星寿 便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竟然是开车上山上 你竟然是开车的天 你竟然是开车的天 说了一句话 人要敬畏神 直到万代 圣经形容世人 好像微尘一样 我们在世界上 所有的事情 始终有一天都会过去 但是 唯有神的道 永远长存 看到人这么微小 但是神尚且 将这么美丽的景色 放在我们的眼前 给我们欣赏 就想起将来天家的荣美 我们应该都形容不了这么漂亮 不许多的 会双顺 在山太阳 偶着 伊万里 会通 在山太阳 在山太阳 刺坡 清股 遇到山太阳 务 静 这 年 消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到酒店房间之后 继续在露台欣赏美丽的嘉莉莉海 首诗歌的说话仍然在我老海里面 里面说 从前风鸣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